来关注国际各大报新闻焦点 先来看到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曾经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不要使用 不要跨越使用化学武器这条红线 但现在有消息指出 叙利亚政权很有可能 已经使用了化学武器 来攻击国内的反抗人民 现在欧巴马是陷入两难了 究竟是要保全信用 并且介入内战 让内战更复杂 还是要坚持不介入内战 但也因为背信而失去面子呢 再来是看到 同样让欧巴马烦恼的 还有美国国内的安全问题 华盛顿邮报就报导了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暴露了美国的反恐系统的弱点 但已经公布的爆炸案相关细节 却也指出 就算是系统的各个环节都正常运作 还是会出现一些无法避免 或无法侦测的因素 而嫌犯查纳耶夫兄弟 他们这次的运气 不幸的比美国政府多了一点点 再来看到的是 我们都知道 大约四年前在印度梦马 也发生过一起爆炸案 而国际宪谋论坛报就报导了 调查这起案件 以及前巴基斯坦总统 布托遭谋杀案的特别检察官 他在前往法庭去听取判决的路上呢 被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被多名枪手一共开了13枪 最后是不治身亡 而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出面承认犯案 另外英国卫报报导 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 往往是下届大选的风向球 没有想到反欧盟 反移民的民粹政党独立党 竟然是一军突起 让保守党是大失了335个席次 而为了要阻止独立党崛起 保守党议员呢 要求要加快公投脚步 将决定英国在欧盟的去留 这个公投呢 改成两个阶段 并且在明年春天就进行第一阶段的投票 好让英国的民众呢 在欧盟议题上 对执政党有更大的信心